我們這邊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本週軍演藍能報的部分 首先畫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嶄新時代又要有兩隻大獎了 哈佛的話是光屬性的獸類 隊長技是血勢及獸類成員攻擊9倍血2.5倍 血勢的話它是一個特性 這類特性的成員就是打到敵人會有一個吸血的效果 那哈佛的隊長技是可以給這些成員倍率的 對敵方造成攻擊傷害的5%轉化為我方生命力 然後最大吸收50% 消除種族珠的時候血勢及獸類成員會追打光屬性攻擊一次 消除克制敵人屬性的福祀的時候全的攻擊額外6倍喔 再來隊伍技的部分我們先看向最左半邊 哈佛一樣是單邊隊長就可以觸發隊伍技的選項 獸類成員生命力機值2倍 必然延長移動符石時間5秒 無視燃燒還有一不一傷 然後把轉珠的時候嚕過去碰到的珠子轉化為強化珠 每消除一粒強化珠回復5%生命力 然後所受魔族敵人傷害的60%會變成吸血 最後我們看向右半邊 達成大於等於8康的時候全的攻擊會有8倍 消除符石後首批掉落光疾心 另外隊伍成員種族珠首批掉落的必定相連 光更新符石會兼具150%所有屬性的效果 那你如果是用血式特性的成員做隊長 然後用哈佛做成員的話 哈佛會有一個技能CD-1 然後前10層哈佛攻擊會有3倍 而且可以無視指定-3抗性喔 最後的話是你以血式角色做成員的話 他們打到敵人一樣會有一個吸血的效果 再來我們來看哈佛主動技的部分 CD7可以發動 移除凍結跟石化珠還有自身直行 掉落隊伍成員屬性強化珠 一回合內全的攻擊2倍 下回合所有成員攻擊與此回合相同 哇這邊又一張繼承傷害的卡出現了 隊長如果是血式成員的話 所受傷害不會使你死亡 羈絆的部分這邊是跟路維亞 路維亞是最後會介紹的一張雙手卡 這邊的選項是有一個添加種族珠的效果 看完了哈佛我們來看下綠地的部分 他是暗屬性的機械 隊長既是暗屬及機械成員攻擊7倍 寫回1.5倍 隊伍中如果只有機械的話 全的攻擊額外7倍寫回額外1.5倍喔 另外他有一個減傷的效果 隊伍技的部分他一樣是單邊隊長 必然延長移動符石時間3秒 然後這邊可以無視年輔跟連環光勞 進場即每回合結束的時候 將機械成員直行手力符石轉化為暗強化珠 然後這邊有一個儲存combo的效果 每回合累積儲存15combo 最多給你儲存到45 那你如果是首批消除大魚等於一組大魚等於6顆符石的話 將所有儲存的combo增加至本回合的combo喔 另外他有所有符石兼具50%機械族成員屬性符石的效果 再來右半邊是達成大魚等於7抗的時候 攻擊會有7倍 另外可以無視三組無數 如果達成大魚等於15抗的話 下綠地攻擊力會有2倍 而且可以無視弓錢跟顧C 主動機的部分是CD6可以發動 發動技能跟回合結束的時候會引爆所有珠子 掉落機械成員的屬性強化珠 那如果你隊伍裡只有機械的話 則會變成掉屬性機械強化珠 這還是一回合內著熱地傷害減少80%喔 這難道是要來拯救我們莉莉絲嗎 然後自身攻擊會有3.5倍 以及無視敵人防禦的選項 羈絆的部分是跟卡洛還有白雪 卡洛就是上週有提到的魔族輪迴卡 下個版本有一個全新的道具收集任務 這道具收集任務的話 基本上就是讓你換素材 大家可以按暫停稍微看一下就好 下面我們繼續看到指定模組角色技能上條 這邊上條的選項還蠻多的齁 我們先看第一張圖 大家基本上只要看右半邊有畫線的部分就好 他就是更改的部分 第一張圖這邊的話是槍戈還有槍戈的合體 轉化珠子會變成轉成木牆 然後一回合內自身會有3倍 另一隻劍靈的話 進場本來CD-3會變成-6 再來就是園藝精英的部分了 這邊轉化多了一個魔族珠 然後自身一回合內一樣會有3倍 -CD的部分一樣是多-3 本來-5變成-8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劍靈本身自己的技能有上修 最下面那個的話是槍戈本身的技能 這邊是引爆條件下修 combo增加上修 再來一樣是槍戈還有園藝精 合體的部分一樣是也有上條的 再來第二個是藍絲洛特的部分 也就是圓桌系列 天哪那時候大家說要修不修 現在才在修 藍絲洛特是直接變成給你5倍跟5康喔 然後藍絲洛特隊伍技進場也會有一個-CD 再來是賢者的部分 賢者這邊貌似變得還蠻強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按暫停或者是放慢速度稍微看一下 冰霜賢者的主動技這邊修的蠻多的 本來是只能引爆所有凍結珠 這邊變成引爆所有珠子跟凍結珠喔 而且他這邊技能變成一個常駐狀態 天火賢者的話CD有下修變成6 多了一個無視燃燒的選項 枯木賢者的話他也變成一個常駐技了 光暗這邊技能也是修的不錯 尤其是光的還多了一個無視拼圖喔 總之這邊上修的角色是還蠻多的 再來我們繼續來看到通行證的部分 這張刻圖格雅的話是暗屬性的龍族CD4就可以發動主動技了 點選元素法陣上的符石一次 然後把該種符石轉換為新牆 一回合內新珠兩粒香年就可以發動消除了 然後每消除一顆星回復5000點的生命力 如果隊長是龍的話隊伍還不會受到中毒影響 再來付費的通行證有一顆暗屬性龍類專屬的武裝龍客 這顆武裝武裝技能是進場CD-1 然後消到龍族珠的時候自身1.5倍 開招的時候再一個1.5倍 龍客開下去的技能有一個25%的增傷 然後龍類成員會以50%攻擊追打暗屬一次 最後的話則是轉化符石的效果 接著我們繼續看到一開始有提到的雙周副本 陸維亞的話是光屬性的獸類CD6可以發動主動技 自身進入一回合疲憊狀態 兩回合內可以給你無視黏輔喔 但是自身攻擊會減到0 光屬性及獸類成員攻擊1.8倍 如果回合結束的時候自身有疲憊狀態 該回合就不會扣減技能持續回合喔 OK 以上是本週決定懶人爆的部分 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自家卡還有什麼想法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扑